你已經把我們這個Anime把它安裝完成之後 目前最新版本就是各位看到的2.3.14 那你從右上角這裡 你從右上角這邊是不是有一個登錄 有一個登錄 你就把它按一下 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建一個新的帳號 如果你沒有帳號的 你來這邊 它很單純 就是打上你的信箱 然後兩次密碼 兩次密碼 那麼它會寄封認證信到你的信箱去 那你應該知道 剛剛我們的 會拋棄的那一個 如果你覺得 反正你可以收看看 就是它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所以你要去收信 那我這邊已經有了 所以我就直接帳號登錄就可以推 繼續 有這樣我就登錄成功了 右上角這邊就進來了 那這個的使用方式 還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雲端的一模一樣 70%到80%是完全雷同的 那你先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有沒有很多範本 左手邊這裡有很多範本 至少中間你也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範本 對不對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 就挑好 就可以進來了 我們先試看看好不好 所以我先收起來 如果你想要看看這個 信用卡到時候 好 點進去 這個時候它就需要 從網路上下載 它的範本的內容 不過大部分它都不算太大 除非它裡面有影片 因為我們基本上 其實這個軟體 還是以哪一個軟體為核心 你知道嗎 Flash 所以Flash是點燈還是向亮 向亮 所以大部分這種的動畫 就不會太大 好 那你看我就play一下 play一下 這樣有沒有就看到內容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就是 你看到了範本之後 不用急著改 先play一下 預覽一下 看看說到底整個的情形 那你有沒有覺得 跟剛剛我們用雲端 有什麼不一樣 又是PowerPoint上升 對不對 這裡 中間 時間軸 下面的時間軸 對不對 右手邊這邊選內容 所以我才說你只要會一個 全部都會啊 因為現在的動畫製作 還有影片剪接 幾乎都是以這種方式來做 因為以往可能 也許你說我用剪接軟體 比如說你有用過威力導演 會生會 它幾乎全部都是以什麼 以下面這邊為主對不對 可是其實左手邊這邊 我們發現說 其實用簡報的方式來做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剪接方法 也是很不錯的剪接方法 這OK 所以 通常我就不用講太多 你只要這樣會了 那下面這些塗層 是不是就可以去改 就可以去改 所以 基本的註冊完了 然後這些預覽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萬一範本選錯了怎麼辦 你就回到首頁就好了 不 剛剛那就不用存了 你就回到外面去 你就可以再選其他的 這樣會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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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